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裤带科 经典款的20号电轮柱 这个产品由于时间上市了很久 内部的做工用料的话 网上的拆解视频也是很多的 但是咱们还是要拆一下 因为那些视频是别人的 每一个拆解视频它的风格都不一样 咱们做的就是我自己的风格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在我的评论区留言说 咱们这个视频做的有点啰嗦 我的视频就是这样的风格 你不喜欢看可以不看 嫌我啰嗦的 你可以去看某平台的那些几十秒的短视频就是了 我的视频不适合你 好了咱们话不多说 今天就是拆解这一个裤带科的20号电轮柱 非常经典的一款20号电轮柱 我们现在开始拆解它 首先就是取掉这两头的黑色的塑料片 用刀片配合解胶水 底部这里有一颗螺丝 然后我们把车盖上面四颗螺丝 把它全部卸掉 然后我们把这颗螺丝也把它卸掉 螺丝卸掉以后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盖子给它拿出来 拿出来这里面还有三颗螺丝 侧盖滴入解胶剂 就可以把它慢慢的把它撕下来 这是送电宝两边的侧盖 这是送电宝底部的盖子 把它卸了以后就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这底部还有两颗螺丝 外壳取下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壳铁 它为透明的一种PC主人材料 断开显示屏排线我们就可以把内部的充电板模块把它拿出来 这是它内部的电池构造 这个内部的构造也是很浓的一股酷胎科的风格 两片主板的中间这是一个铝合金的一个散热片 在外壳的透明结构可以看到这个散热鳍片的样子 铝合金的材质散热的话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主板上面还有四颗螺丝 我们也把它卸掉 这个地方有一坨焊锡 这里有一个排针把这个主板粘住的 去掉上面的焊锡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板子给它拿出来 铝合金中框上面还有五颗黑色的螺丝 也要把它卸掉 卸掉螺丝我们拿出这一个黑色的铝合金中框 上面还贴有散热硅质贴 对应的底部主板 电池主是通过裂片点焊连接到主板上面 断开电池的连接裂片 主板上面还有五颗螺丝 我们把它卸掉 把这个主板拿出来 这个排线是电芯的单体电压检测线 两颗热敏电阻把这个主板拉住的 我们还要把这个热敏电阻给拉出来 这是送电宝底部的这一块主板 五寸的电池组 电池组的后盖可以打开 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 这一个库台壳20号电轮柱 所有的东西 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主板 还有电池组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 它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经典的库台壳20号电轮柱 经典的库台壳20号电轮柱 咱们已经把它全部拆解开 我为什么叫它经典 这个电轮柱上市的时候 能支持140瓦的充电宝 那真的是少之又少 现在是很多 各家品牌都有 质量也是称之不齐 这个库台壳20号用料如何 电路设计如何 大家看我来介绍 看完了就知道 它为什么这么经典了 这个20号电轮柱 用了五串 五颗 21700电芯 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EVE的字母 来自成立于2001年 23年时间已经发展成为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锂电池平台公司 惠州的意味理能 这五颗电芯的型号是 INR2170050E 单颗电芯容量为5.0A 也就是5000毫安 五颗等效容量就是25000毫安 这个电池的参数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充电宝主板的这一部分电路 就是锂电池保护电路 它有保护IC 开关NMOS 采样电阻 两颗NDC的热命探头 电池的单体电压检测线 等元气线组成 锂电池保护芯片 四应型号CM1351DAT 来自成立于2017年 一家专注于电池管理 和电源管理芯片开发的公司 深圳创新微微电子 这是一款专用于 五串拟铁蜡电池的保护芯片 类置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 和电流检测电路 通过检测各节电池 的电压 充放电电流 及温度等信息 实现电池的过充过放电 均衡断线 低压净充 放电过流 短路等保护功能 拟电池的均衡电路 由贴片电容 贴片电阻 四应3N的三极管 和四应1001的功率贴片电阻构成 用来均衡电压 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提高电路安全性 两颗电池保护NMOS开关管 四应型号6512 来自成立于2000年 一家专门从事 电源类其震电路设计 和生产的公司 美国的AOS万代半导体 这两个NMOS的规格是 蓝压30伏 内部的导组仅仅1.7毫欧 两颗白色的R2005贴片电阻 用于五串电池组的 输入输出电流的取样检测 这一部分电路为 充电宝的主控MCU和协议MCU的 供电电路 它用两路降压电路 来实现对两颗MCU芯片的供电 四应HMGBA的六角降压芯片 实际型号SY7302ABC 来自成立于2000年 致力于高功率密度高效率 电源芯片研发销售的公司 美国希力杰半导体 这是一颗支持了 3V到33V电压输入的 降压芯片 搭配使用427 4.7微横的电感 组成一组降压电路 将电池端的电压 降为12V的电压输出 四应LUGCA的降压芯片 实际型号SY8301 一样的来自美国希力杰半导体 这是一颗7.4V到40V输入 5V输出的高效率 输入同步降压 吻压芯片 配合这旁边的一颗电感 组成一组降压电路 接收前面的12V电压 转换成稳定的5V电压输出 四应L4JOH的线性吻压芯片 实际型号TPL720 来自成立于2012年 一家由美国硅谷著名VC投资的 半导体公司 苏州斯瑞普微电子 这是一颗高性能及低压差 线性吻压调节器芯片 接收前面的5V电压 转换为稳定可靠的3.3V电压 为充电宝的两颗MCU芯片进行供电 这个经典的20号电轮柱 采用三路独立的升降压电路 两个C口 由一颗MCU控制输入和输出功率 当然主功能还得需要一颗 主控的MSU进行控制 主控MSU 四应型号CH32V303 来自成立于2004年 一家基于自研专业介口IP MSU内核构建芯片的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南京庆衡微电子 这是一颗基于32位 RISC-V内核设计的 工业级通用微控制器 配备了硬件对战区 快速中单入口 在标准内核基础上 大大提高了中段响应速度 搭载轻衡微电子自研的 轻科V4F微处理器内核 加入单精度浮点指令级 扩充对战区 具有更高的运算性能 Type-C1口和Type-C2口 输入输出电路 采用的是一样的方案 由这一颗MCU协议芯片进行控制 Type-C1口和2口的 电磁端电流输入输出滤波 采用的是片式堆积 陶瓷MLCC贴配电容 两路一共用了14颗 这里有5颗 这边有8颗 然后这一面这个地方还有一颗 Type-C1口和Type-C2口 电磁端的电流采样电阻 C1口的功率需求比较大 采用的是两颗R010贴片电阻 C2口则采用的是R005贴片电阻 Type-C1口和2口 升降压电路的升降压电感 上面的试音是2R22 也就是2.2V亨的功率合金电感 Type-C1口和Type-C2口 升降压电路的 同步升降压NMOS开关管 两路电路都是采用的4颗NMOS 组成全桥拓部电路 实现高效的输入和输出 双向功率流动 Type-C1口的NMOS开关管 4颗型号都是66406 跟电池保护开关管一样 来自美国的万代半导体 规格是赖压4次伏内部的导主 6.1毫 Type-C2口的NMOS开关管 4颗型号都是6354 也是万代的产品 规格是赖压30伏内部的导主 3.3毫 Type-C1口和2口 升降压电路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 两颗芯片用的是同一个型号 芯片上面的试音都是SC8815 来自成立于2015年 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 设计企业之一的上海蓝芯半导体 这是一颗支持双向冲放电 带LC控制接口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 支持最高40伏的输入和输出电压 提供完整的充电循环管理 通过LC接口可以很方便的设置 充电电流 充电电压 及其他等等参数 内部集成10bit ADC 提供各种完善的保护功能 从而保证了各种异常情况下的安全 Type-C一口和二口的协议芯片 则被放置在这个地方 芯片的试音型号94P829 来自成立于2006年 从海力士半导体公司单片机方面 分离重组出来的一家公司 韩国的现代单片机 这是一颗高集成度USB Type-C PD微控制器 符合最新的PD3.1标准 最高可在28伏 140瓦的高电压下充电 支持多端口 还提供了针对部件放置空间优化的解决方案 类似8bit M8051处理器 可变成可实现定制的系统管理功能 Type-C一口和Type-C二口 升降压电路 另外一端的输入输出滤波电路 采用的是固态电容 加MLCC电容组合进行滤波 C一口的固态电容用了两颗 来自1984年 成立以研发制造及销售铝结电容为核心的企业 香港的东家电子 这个电容的规格是100微法 耐压35V 属于东家VR系列高纹波电流 低阻抗贴片式固态电容 固态电容的旁边 有7颗MLCC 并联进行滤波 这里有两颗 背面这一路有5颗 C二口的固态电容 只用了一颗 因为C二口的功率需求要小一点 来自成立于1980年 一家老牌电容机厂家 台湾的风冰电子 规格是100微法 耐压25V 属于风冰电子PM系列 小型化高纹波电流 长寿命 贴片固态电容 C一口的电流采样电阻 采用的是R2005白色的贴片电阻 C二口的电流采样电阻 采用的是R010白色的贴片电阻 Type-C一口和Type-C二口 深加压电路的多重保护机制电路 采用4应511和0016的两颗放电电阻 和4应3407的MOS管 组成多重保护机制电路 放电电阻 防止电芯过度放电 MOS管用于电源开关和过流保护 两者配合 以提高电源效率和能量管理 这里有一颗3407 然后这一边还有一颗3407 Type-C一口和二口深加压电路 这里有一颗六角芯片 这边这里也有一颗六角芯片 型号是一样的 它们的4应型号都是9A2NV 实际型号TP181 跟前面MSU供电的线性纹压芯片一样 来自斯瑞普微电子 这是一颗高精度零飘移 双向电流监测放大器芯片 芯片适时监测 双向输入输出电流的情况 并反馈信号给主控MSU芯片 进而提高充电宝的高功率使用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 Type-C一口的输出V-BUS开关管 采用的是两颗PMOS开关管 4应型号AP 实际型号LPB8413 来自成立于1971年 国内一家以芯片设计 半导体器件制造与销售的企业 乐山无线电 规格是赖压4似伏 内部的导主12毫欧 两颗开关管串联使用 降低导通电阻 提高开关速度 减小开关管功耗 降低发热 Type-C二口的输出V-BUS开关管 也是用的两颗 4应型号8104 来自成立于1985年 全球十大半导体供应商之一的 日本东芝半导体 这款MOS的规格是 赖压30伏内部的导主 6.8毫 USB-A口降压电路的 电磁端电流输出滤波 也是采用的MLCC 陶瓷贴片电容 用了三颗 这边有两颗 这边有一颗 USB-A口降压电路的 降压电感 采用的是2.2V亨的 合金电感 USB-A口降压电路的 降压控制器芯片 4应型号SC8101 一样来自蓝芯半导体 这个芯片支持 4.4到32V的输入电压 提供高精度的输出线流 总输出功率 可以通过一个电阻器来编程 内部集成的高低侧 MOS开关管 具备线损补偿 频率设定 芯片外部元件精简 可以实现用户不同应用的 最大功能 还支持全面的保护功能 USB-A口的USB协议芯片 4应型号SC2153A 也是来自上海蓝芯半导体 这是一颗支持PD和DPDM快充协议的控制器 内部集成反馈环路 支持使用DPDM接口的专有快充协议 内部集成了32位高性能MCU类盒 集成了24KB单次编程存储器和2KB RAM 针对各类快充协议集成了USB-PD物理层 Type-C检测 DPDM快充协议物理层 Vcom供电等芯片支持 丰富全面的保护功能 USB-A口将压电路电流输出滤波 也是采用的片式堆积 陶瓷MLCC贴片电容 一共用了5颗 这边有4颗 背面这里还有一颗 这里还有两颗MLCC 是USB-A口的输出滤波电容 USB-A口输出VBUS开关管 4应型号8205B 来自成立于70年代初 国内半导体器件专业研发制造商 佛山蓝箭电子 公司前身是佛山市无线电市场 这是一颗N勾道双MOS管 也就是一个芯片类 有两个开关管 两颗8205B并年使用 降低导通电阻 减小待机功耗 这颗R2005贴片电阻 用于USB-A口的电流采样 这颗20号经典款的电能柱 三个充电口都设置有ESD 防经电的二极管 用于静电防护 确保内部芯片的安全 其中两个大功率的C口 还设置有4应24CA的 顺态抑制二极管 确保充电宝大功率输入输出的 安全可靠性 这是充电宝的三个USB连接器 USB-A口 和这一个小功率的C口 内部舌片都是灰色 大功率的C口内部的舌片为蓝色 这是经典的库代科设计元素 舌片内部的细节做工 都还是很不错的 两个C口外部有钢片进行加强保护 A口上面贴有赖高温的绝烟胶布 上面有厂家的私印信息 电池框架这里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个是铝合金散热中框 电池模组的后盖上面也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两个上下盖体上面一样的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是充电宝的主壳体上面一样的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最后掰扯几句 经常看咱们视频的老铁应该看出来了 这一个经典款的20号电轮柱 它的电路架构是不是似曾相识 不就是跟15U的电轮柱一样吗 No 应该这样说 15U的电路就是20号经典款的延续 也可以说库代科的电轮柱产品件 都是20号经典款的电路架构衍生出来的 非常经典的电路架构 用MSU写入各种程序代码 生成各种不同型号的产品 来应付各种消费者的使用需求 非常的库代科 非常厉害的设计 而且这个电路架构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已经得到了市场的验证 老铁们 你们看出来了吗 还是来总结一下吧 这个20号经典款的电轮柱充电宝 140瓦的移动电源的先锋产品 经典的库代科电轮柱母体架构的电路 用料是非常不错的 一线大厂的品牌元气线 使用MLCC发财电容和固态电容组合进行滤波 优秀的工业设计 加上米家成熟的生态圈 造就了库代科火一样的热度 老铁们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 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 别忘了点起来 还没有关注的新朋友 点点关注 点点订阅 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